导演策划出一部,受到众人追捧,而且属于高质量作品,相当不容易,各个方面的环节和细节,需要拿捏得十分精准。 许多小伙伴领略过杨子,呈现荧幕上的角色,不经意之间,可以引爆全场,可见他的演技相当出众。 在网络上的许多角落里,说起他携带一部仙侠剧《长相思来袭》,引起许多人讨论,带火了一些话题,也有消息指向28岁男主角,颜值实力俱佳,被网友认为,热播剧没跑,有些演员厉害到,很难被大家忽视。 一个非常简单的举手投足之间,可以引起观众心中激动的情绪,每一个镜头,每一句话,都能引爆人心。 杨子在戏圈里的热度,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,只要有关于他参与的一系列作品,总能以极快的速度,受到大家关注,带来许多话题,衡量一部作品,能不能够获得可喜成绩,或者受到许多观众追捧。 观众非常在乎剧情,包括邀请了哪些演员,有非常丰富的话题,指向长相思男主角,是一位有实力,而且颜值俱佳的当红小生,他就是张婉易,可别小瞧男主角,是一位新生代艺人,但是,展现出来的人物,能够勾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渴望,还有那种深沉的情感。 总之一句话,张婉易带来的作品,非常有魅力,是任何人无法拒绝的,他的每一部作品值得回味,让人流连忘返,一位演员,想拥有令人瞩目的光环和实力,非常难,需要通过许多作品,磨练演技,才会拥有更多机会。 在偌大的娱乐圈里,有多少人被视为顶流,拥有的比例非常小,只有十分之一或者更少,杨子成为众人眼中的实力派,也是当红花旦,他带来的一系列作品,总会引来无数人关注。 有部新剧本,与他合作的28岁男主,实力出众,网友认为,热播剧美跑,你认为该部作品能够让你拥有多少期待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我非常在乎你的想法,一直等着你的回应。 感谢观看